亲爱的太阳上的导师您好 亲爱的全球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感恩这个姻缘 宇宙天地的安排 让Sherry有勇气 来跟大家 诉说自己过去的不堪 以及这八个月以来 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 感悟心得 Sherry在12岁的时候 就离家在外租屋求学 所以很早就离开了 父母亲的教会 然后一经初中高中大学 因为时日太长久了 学习心思涣散了 所以也远离了师长的教会 到了适婚年龄 Sherry更是胡作非为 Sherry因为一己之私 伤害了父中的小生命 Sherry以为可以天不知地不知 父母不知 一切传过水无痕 但是事实上 天知地知 良知知到 健康知到生活竟更知道 Sherry在婚后的三四十年当中 跟先生争吵不断 这就是犯错之后的一个惩罚 如影随形 但是Sherry无知无明永远不懂 原本的身体健康 感不安与恐惧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从前Sherry不懂 现在懂了 因为Sherry的心念上有极大的问题 感恩宇宙天地 在去年十月 Sherry因为无法在父 承受工作的繁重 跟身体的病痛 选择退休 同时我就接到了疗愈权利 从此走上了 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世界的里程碑 感恩秀信节这一路的提息 他就是我提灯引路的菩萨 超级生命密码重书 创作正能量的音乐音档种种 就是Sherry救命的药方 而导师的因因其许 尊重教诲 就是Sherry救命的神医 在这八个月以来的 实修实练当中 Sherry有下列三个最重要的时症 Sherry的身体健康方面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原本的疲累瞌睡 肩颈僵硬 头疼 还有噩梦连连都消失不见了 我现在胃痛剩下一点点 全身性的神经疼痛 十分少了八分 剩下两分 当Sherry走出家门 与人结缘分享的时候 那两分也不见了 Sherry的夫妻关系 也由原本的紧张跟冷漠 转变为轻松跟和谐 终于我们可以透过讨论 沟通协调来分享了 Sherry的儿女 也婚姻幸福 但是原本是冷淡漠 而且误解 但是现在也转变为温暖跟体贴了 媳妇女婿也都懂事成熟 这就是为人父母所想要求得的幸福 不是吗 Sherry的姐姐 因为父母亲家人一连串的病苦 病痛 病故 深受折磨 所以极度的忧郁 但是Sherry因为了悟了 所以极力的跟她分享超级生命密码 她从原本极端的排斥 到了静静可以接受 到现在完全把心门打开了 她对她心爱的儿子说 妈妈愿意改变了 感恩宇宙天地 让姐姐终于走出了生命的幽谷 在这一段时间 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的宽容 她让我有一半的时间 可以跟姐姐相互作伴 让我们姐妹情深得以相互成就 Sherry的实证 您也必然可以 而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各个有实证 这究竟什么样的渊源 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奇迹功德呢 我们来了解超级生命密码 这些创作的重书 由天原文化出版 天原文化是一个道德教育机构 导师的重书 传达的是中国古圣先贤 佛学如学道学的教诲 那更包含了外国学者几经验证的吸引力法则 这些涵盖了古今中外学说 这么棒庞大的一个论述 太阳圣德导师却能够用最精简恶药 而且浓缩把它简化成为最现代化的精华版 透过简单前显易懂的文字来揭示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工具书的前修步骤一二三 它是宇宙天地真理 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用远离尘销 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生活红尘尽中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用出来的道德 这道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说的宇宙天地的法则 运行的法则 这德呢就是我们人应该要遵循诚服的宇宙天地法则 那这道德最重要的 首先要做什么呢 导师教我们要渺渺感恩渺渺爱 当我们把渺渺感恩渺渺爱 送到宇宙天地之间的时候 这巨大的能量 它就可以改变所有的物质世界 所有的精神世界 以及大自然的现象 所以当这宇宙天地的真理 爱与感恩 我们把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的就断烦恼了 当我们把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在生活境里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对于过去所曾经所犯掉的错误 我们伤害的对象 我们就会愿意去做最真诚的忏悔 然后我们来与他沟通 协调讨论 然后我们跟他可以有实际的行动 来对他功德回向 我们可以创造双赢 而这双赢呢 就是我们生活境的圆满 这是我们修行所要追求的 当我们的愿心在主 我们的负能量得到了功德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境就 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负能量清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补足我们的正能量 宇宙天地这最大的正能量就是太阳 太阳的正能量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太阳强大的热能可以烧掉我们灵魂 所有的污秽 可以照亮我们灵魂所有的黑暗 所以这就是太阳心法里面 导师所教给我们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宇宙天地真理的实际操作面 老师更教我们要以古训地址归来陪德 养德造德 他四处跑遍世界各地 他的形式风格低调 他幽容大度 他本身就是爱与榜样的化身 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上这我们的路 这是一条康中大道 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 感恩宇宙天地的安排 感恩太阳上的导师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